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最近的国平正在成都备战视频赛 距离这一次的比赛已经越来越近了 那么很多球迷也都非常关注着国平这边的备战动态 在前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了刘诗文的话 已经是奔赴成都这边呢,参加这一次的集训 但是令我们非常意外的是在近期公布的相关 视频赛的参赛名单以及选拔办法来看呢 其实刘诗文已经被排除在参赛的队伍当中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既然刘诗文没有出现在这一次的参赛球员名单里面 为什么他又要赶赴这一次的成都参加集训呢 就在最近呢,从媒体报道的一个新闻内部集训照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一次刘诗文呢 也是一次呢,在这一次的集训当中拥有了新的身份 有了新的岗位去打拼 接下来呢,想和大家来具体分享一下 到底这一次刘诗文呢,有了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安排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刘诗文的球迷看到这条视频,谢谢大家 就在最近的中午12点呢,根据媒体的报道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31岁的刘诗文呢 是现身了国平这一次内部选拔赛的一个现场 从现场的一个照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其他的年轻球员 在比赛的时候呢,刘诗文和陈奇啊 以及其他的教练组呢,在一起谈话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交流以及照片的曝光呢,那么很多球迷也在分析说呢 这一次啊,刘诗文的话是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岗位 他是成为我们国平的助理教练呢 来辅助我们国平这些年轻球员去备战这一次的视频赛 毕竟我们很清楚啊,根据现场的一个报道呢 还出现了刘诗文呢和林高远同框的照片 看起来呢,双方焦虑的是非常的开心 既然这一次刘诗文没有以一个啊,球员的身份去参加这一次的比赛的话 按照现场的一个照片来看啊 接下来啊,他去辅佐我们年轻球员去做好这一次的备战工作的可能性是更加大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在前段时间呢 沙神曾起就曾经在社交平台当中透露啊 接下来将会回到国平这边呢 集训一个月来帮助国平这些年轻球员呢 更好的做好工作 争取在视频赛在家门口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啊,考虑到这一次我们国平呢 征兆很多的一些优秀的主将和主力呢 回归了帮助国平这些年轻球员去备战的话 其实这一次刘诗文呢 有可能成为国平这边的助教呢 也是没有什么疑问 或者说没有其他更大的一个奇怪的地方了 所以对于很多球迷而言呢 这一次刘诗文虽然说不能够去代表国平参加这一次的视频赛 觉得有些遗憾 但起码呢能够看到刘诗文继续在国平的相关这个大家庭当中 去工作也能够看到他继续发光发热呢 还是感到非常的开心 这意味着呢 刘诗文接下来的话能够继续在这个岗位当中去工作 甚至将来不排除呢 也有希望成为国平教练组成员的一点 所以对于他的恩师以及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啊 这个刘国良而言呢 应该是一个非常欣慰的消息 我们知道其实刘诗文在19年的时候 因为经历一个伤病的影响了 当时很多媒体就在报道他可能呢要面临退役 但是在当时我们也看到了刘国良这边给予的刘诗文很多的机会 包括到了2021年的一个全运会当中呢刘国良这边呢也确实一直 陪伴着他那么希望他能够挺过来 所以呢刘诗文才一直呢走到现在 所以可以说队伍啊整体的一个情况而言的话 确确实实呢现在刘诗文变得越来越好呢 对刘国良而言就是一个很开心的消息 所以接下来呢也希望啊刘国良这边呢能够继续 和刘诗文一起呢来帮助我们国民呢 更好的备战后续的视频赛 也希望这些年轻的主力呢不要辜负这些 老将主力的期待争取在这一次家门口取得冠军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老球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